人是大自然的演化出来的 我们的生命来自于大自然 所以我们的生命都很喜欢 也很想要回归生命的源头 讲白话一点 人的生命很喜欢跟大自然相处在一起 如果不是为了赚钱工业经济 这样的一种紧凑的节奏 推着人类往前走的话 人事实上是很喜欢过回归自然的生活 当你在滚滚红尘 在商业场合 在大度会里面生活一段期间之后 你回归乡下 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很放松 很喜悦 很愉快 你会感觉 这才是我们真正所想要的生活 但是为了现实 为了赚钱 为了什么 为了什么 不得已又要到大都会里面 去做很多自己不是真正想要的工作 是不是这样 事实上 大都市 大城市的这种生活 这是不正常的生活 这不是顺天之道的生活 人类演化出这样的一种潮流 很多是值得人类去深思的 像我到新加坡那边 有一次他们晚上招待我们去做摩天轮 新加坡那个摩天轮号称亚洲最高最大的 到最高的地方你可以看到整个新加坡 你看整个新加坡它算是一个小岛国 他们形容不夜城 也就是整个晚上一样都是灯火通明 我们一般人认为 这好像很繁荣 很繁荣 但是在这样的大都会里面 你晚上也没休息 晚上也一样是灯火通明 对人的心灵品责而言 这是不太好的 所以新加坡人他们一有放假 一有假日 他们就往马来西亚 往马来西亚的乡下跑 想要去度假 就是这样 人本身来自于大自然 不要忘了我们生命的源头来自哪里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 你会迷失在大都会里面 迷失在滚滚红尘里面 随波逐流 然后觉得生命好像很苦闷 因为不知道生命的根源 你学了《道德经》之后 你渐渐地了解了 哦 原来我们人的生命是跟大人是一体的 哦 找到了生命的根源 问题是你要具体去连接 具体去实践 去体验 也就是你要去实习 你要去实验 你才会证明 真的是这样 当然你在日常生活工作之中 你都可以逐渐地去求真求证 体验 而要让我们具体体验《道德经》里面的智慧 能够把理论跟实物做结合 把理想跟现实做结合 就是在《道德经》八十章 所要告诉我们的生活方式 这样的生活世界 所以很多人以为 这个不切实际啊 这不切实际啊 不是的 那才是真正反扑归真的生活 真正与天地合一的生活 而且如果能够真正过这种生活的话 人会过得很安心很快乐 物质生活也很充沛 精神生活也很丰富 而且活过一生 不会对地球生态环境有什么污染 这才是人类要追寻的这种生活方式啊 所以不要从表面文字上面去认为 这个不切实际啊 怎么样怎么样啊 不是啦 它里面含有含义很深 那是告诉我们要过反扑归真的生活 绝对不是那种很贫穷 很落后 不是那一种啊 这都是精神生活很富裕啊 食物方面也都很充沛啊 为什么能够来到这样的世界 因为所有的村民 大家都有学了道德经 为什么呢 为什么有学了道德经之后 就能够做到 为什么 心灵品质不一样 在没有学之前 我们一般人是充满了什么心 对 小我自私自利的心 而这种小我自私自利的心 因为内心空虚 他就要想要拥有更多 他要占有更多 那一种私信一起来的话 他会把支援 他会一直要设法往他身上凝聚过来 这样的话就会形成什么现象 资源分配不均 资源分配不均 所以才会有贫穷的人 那贫穷的人呢 他又嫉妒你那些有才华 然后冗聚更多资源的人 所以这个社会呢 就会形成很多的冲突对立 你认为你强者 你抢了更多的资源 那些资源比较少的人呢 他们就会愤恨 他们就会起来要对抗 就是这样 如果大家心灵品质净化提升上来 大家体会到 我们所吃的 我们所穿的 食衣住行 全部都是天地父母在供应我们 只要我们顺天之道而为 我们这样勤劳节俭 每个人都有足够的食物可以吃 我们能够干其食 美其福 安其居 乐其数 这个就是物质生活 大家都够 你要吃什么 你就拿什么 那你有什么才华 你就奉献 你做 你能够承担 你乐意去做的事情 没有被逼迫 没有很无奈 所以大家呢 我们物质生活也都够 因为只要我们勤劳去耕种 我们所吃的食物 就绝对足够的 足够的情况之下 你还需要去偷去抢吗 不需要啊 不需要 就是怕不够才要凝聚更多 而如果让大家体会 我们这些资源都是我们大家的 生产出来之后 我们大家共享 没有人私心要贪更多 所以资源都够 够的情况之下 没有需要去偷什么 物质生活都够 也不会浪费 大家不会浪费 又有体会天地之道 又有在学习道德经 体会天地之道 所以你的生活 你就会越来越安心快乐 如果你没有学习道德经 没有体会天地父母 跟我们的密切关系 那你在农村里面 你会做个像老农夫 像一头老牛 在那里觉得无奈地耕作 觉得很贫穷 很贫困 这个就是 你有没有学习到 心灵智慧 有没有了悟真理实相 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这些心法 这些心灵方面的智慧 要学到 你学到之后 你到哪里 你都很快乐 很知足 很幸福 如果这些心法 你没有学到 你到哪里 你都觉得很溃滑 然后到处 就是怕不够 要凝聚更多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学习 道德经的智慧 真的让我们都能够受用 然后把这种理念 整个都推广开来 让我们整个社会的人 让全世界的人 大家把那种私心 逐渐的淡化 然后来到 原来地球上 所有的资源 都是我们大家 所共有的 大家淡化那些私心 然后把资源 平均分配开来 全世界的人 大家都可以过 很好 很富裕 很快乐 很幸福的生活 现在请大家 一起来朗诵 《道德经》八十章 经文和白话解释 起 第八十章 一尊一卷堂 小国化民 时有时赖之气而无用 使民众死而不远惜 虽有咒语 无所承知 虽有诈病 无所承知 使民父皆生而用之 单其时 美其福 安其聚 乐其俗 宁国相挂 积卷之声相吻 明知老死 互相往来 第八十章 白话解释 理想的社会结构制度是 尽量推广 自己自主的社区 小自知 自主的理念 土地范围 股地很大 人口不用多 也就是一个村庄 活一个镇 就是一个天堂 大道推广开来后 人心就会渐渐 尽不安厚 善良 所以即使有武器 也不会动用 因己无法 我们都是同真同源的兄弟姊妹 我们是生命共同体 让爱心真爱 重视自己的生命 人人安心自在 不必到处迁徙 在村里 基本人生必须 尽大部分都能自给自足 所以虽有周车 也不必搭乘 虽有武器装备 也都不必陈列使用 引领百姓 回归远徒 以节省即逝的 存不状态 小自知虚 很容易治理得很好 所以百姓都能迟到 干美的食物 穿着美丽的衣服 人人都有安定的居所 也有宽天洗地的文化 民俗 如能落实 一村一天堂的领域 人人无知生活充沛 精神生活富裕 社会自然很安定 所以临村可相望 既尽全被之身和互相听得见 但临生活安定 不予不缺什么 所以可以来到 中期一生都不必到 临近村庄求助什么 这是零污染 零废物的生活方式 看似不切实际 但这是真正落实 节能简单 让地球长毛 绿水青山 永续长荣的 优质生活方式 有没有要向往这样的生活 有 道德经的经文 很简短 但是言简意该 含义很深 如果你从文字上面去理解 你认为道德经文不切实际的 什么要民父节省而用之 这不实际 什么鸡犬之声相闻 民智老死不相往来 变成好像很孤单 很孤寡 不与人交往 这样不实际 不是这样的 所以不要从表面的文字上面 去解析 我已经把里面的真正的神运生意 把它解析开来 你们这样读了白话解释之后 就会了解 原来里面所要倡导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生活 不是那种自私自利 来到民智老死不相往来 不是这样 所以我这里有提到 因为生活安定 富裕不缺什么 你真正一村一天堂的这种生活的话 大家尽量物质各方面 都是你所吃的 所穿的 村民大家分工合作 基本上大部分 村庄里面都可以生产 自给自足了 有些工具方面 村里面不容易生产的 再交给比如说政府来生产 这样的一些工具 你看这样的话 对地球的资源 耗费的会最少 污染也最少 如果一个有规划的情况 政府它做一种社会的资源 统筹分配 怎么样辅导 协助一个村庄 每个城镇 大家就尽量朝向 自给自主的这种生活方式 你看社会一定会越来越安定 国家是做资源的一些统筹分配 不要把那些资源落入私有化 让私人去财团去炒作 然后凝聚在聚集在少数人手中 像这样的话 这个社会它就会形成贫富不均 社会就会乱 如果政府一样 就是把这些资源做很好的分配 然后协助各个乡镇 怎么样让大家能够来到 自给自主朝着这种方向去运作 让百姓都可以过得很幸福 很安定 安康 快乐 这样的话 你看 政府管理起来也更省力 而这个社会 空气污染 水污染 都会大大的减少 所以不要以为说这个不实际 这个就是把这种自治区的理念 逐渐地把它落实 落实到一个小地方 让大家就尽量朝向自给自主 所以希望大家 对这个小国寡民有十百之气 而不用使民重使而不远惜 希望大家能够有正确的理解 绝对不是消极悲观 为什么会来到 就算你有武器也都不必用到 因为你真的有学习了道德经之后 大家会体会到 原来我们都是生命共同体 原来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我们所有的人都是来自同根同源 世界各国的人全部 不管你任何民主 任何国家 任何宗教的人 世界各国所有的人 我们全部都是来自同根同源 你认为不同源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看到那个往上更高的神医 也就是到了最顶端 它是一个太极 就是一个圆 它是一个圆头 你如果认为说我跟其他人不一样 那表示你还没有到那个最顶端的圆头来看 你是在下面的层次在看 才会看到我跟其他的不一样 如果你往上提升 提升到最顶端 你来看原来都是同根同源 生命一体 大道广传之后 大家都能够体会到 我们都是一家人 我们都是兄弟姐妹 这时候 大家就那种生命共同体的感觉 就会跟过去不一样 大家会体会到 真的 我们就是要相亲相爱 互相的尊重 这时候我们大家 不会有在那里 恶性竞争 冲突对立 什么仇敌 对抗 不会有那些了 以前不知道的时候 才需要用武器 现在了解生命实相了 那些武器都会逐渐的 逐渐的把它撤销掉 甚至人类越提升上来 完全都不需要武器 那些武器 人类自动会把它 销毁掉 销毁掉 真的 因为我们所有的人 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都是我们的家人 如果从因果方面来看的话 我们怎么播种 就怎么收获 我们所种的因果 都会回到我们身上来 就算你没有体会到道的最核心 生命同根同源的这个点 如果你还没有体会到的话 你从因果上面去体会 我们所种的因 都会回到我们身上来 你就会知道 我们该怎么去善待所有的人 所以一样不会有厮杀 对立冲突 不会有战争 真的 人类心灵品质 净化提升之后 就会来到大小冲突 战乱都会逐渐的逐渐的 淡化淡化减少 到最后没有 因为会体会到 我们都是生命共同体 我们都是命运共同体 会用爱己之心 去爱护所有的人 这里请大家 朗诵一遍 我把后面的再给大家 分享里面的深意 起 虽有咒语 无所承知 虽有假兵 无所承知 使您父节省而用之 在村里基本平生 必须的大部分 都能自给自足 所以虽有周舍 也不必大乘 虽有武器装备 也都不必陈列使用 引领百姓 回归远古地 节省即逝的存苦状态 所以 心灵品质层次 越净化 心灵品质层次 就会越提升 当越提升之后 人类的私心自然渐渐的淡化 各种欲望欲滩 自然渐渐的减少 那是自然的减少 人心灵品质越净化之后 它自然的就是反扑归真 你会感觉到越简单 越淳朴 越好 以前不知道的时候 什么耳环脚疗 还有什么项链 还有什么一大堆 当你了解到反扑归真的珍贵 你会觉得 那些都是什么 都是多余的东西 那些都是累赘啊 我没有看到那些狗 它们在戴什么耳环 看到那些狗在戴什么项链 没有看过啊 以前我有养过一只小鹦鹉 觉得 因为它很聪明很可爱 那我想说 试看看 看它 我用一串小项链给它 给它戴 让它感觉怎么样 结果把它戴在脖子上面 它什么反应呢 它就是要咬掉 把它用掉 用掉之后 我再把它套上去 我看看能不能几次之后 它就会适应了 一套上去之后 没多久 它又是把它咬掉 后来再把它套上去 因为那个 那个项链 有用绳子 有打结 结果它就去把那个结 它把它打开 它会把那个结 小鸟啊 它们把那个结打开 就让它松掉 它觉得 我不需要那些啊 当然我是跟它玩的 跟它玩 它很聪明很可爱 你看啊 它就告诉我们 我们不需要那些多余的 只要能够吃得饱 穿得软 这样就好 所以真的 动物它们都过得 很单纯的生活 人心越单纯 你会越幸福 越快乐 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 富有 我们要重新界定 富裕呀 富有 上次界定 是怎么样的界定 富有 不是因为拥有很多 而是因为 需要的很少 如果你能够 净化 提升 开启智慧 你自然的就会来到 我需要的不多 当你需要的很少 你就不用整天忙忙碌碌 为各种欲望欲贪而忙碌 所以你的生命就可以 多出很多的时间 来过自己真正觉得很有意义 很想要的生活 你就会多出很多时间 来做利益众生 利果利民的事情 而不是像一般人 整天忙忙碌碌 吃了饱了之后 又想要其他很多东西 后面成为欲望的奴隶 一直要去跟别人攀比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去体会 老子要告诉我们就是 反扑归真的生活 这里有提到说 使民富节省而用之 这是一个比喻 一个形容 你看这个器具 我们能够用自然的东西来做 它有功效出来 又不会污染生态环境 所以这句所提的深意 就是尽量用简单的器具 而这些器具来自于自然 不会伤害生态环境 不会污染生态环境 尽量用没有污染性的器具 可以重复使用 用坏了之后呢 又不会污染 又不会伤害 所以我们看看 我们老祖宗 他们所过的生活 反而都是比较 要合乎天地之道的生活 所以你看这些农具 这些家具 用过之后 它回归自然 不会有伤害 不会有污染 就算你把它不小心 流到河流里面 对那些鱼会不会伤害 不会啊 对那些鱼虾都不会有伤害 所以人类的科技 人类的智慧 一定要来到 我们要有责任心 我们所用过的东西 回到大地 回到河流 不会对那些鱼虾有伤害 不会对大地有毒化的情况 这才是人类的 所谓的真正的科技 真正智慧 要多琢磨的地方 现在大家最喜欢看到的 把这两页 朗诵一遍 起 甘其时 美其福 安其吉 乐其俗 小自知情 很容易治理得很好 所以感性都能吃到 干美的食物 穿着美丽的衣服 人人都有安定的居所 也有欢迎起地的文化 民俗 道德经 它并不是 一种不切实际的玄学 或是一种哲学观而已 它是一种思想 它跟现实脱节 不是这样的 道德经 它是真实的世界 所跟我们讲的 这是可以实践的生活 而这种生活 如果能够落实 具体实践出来的话 就会形成所谓的 一村一天堂 一村一天堂 至于能不能去形成 类似一个可以参观 又可以复制的这样的生态村 可不可以 有没有信心 有 是 这种生态村 那种生态村 这种生态村 只能开会 咸 这种生态村 这种生态村 是 那种生态村 现在